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 遗嘱真的那么重要吗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每一个人都肯定有一份遗嘱 你可能会问说 可是我没有立遗嘱 难道我也有一份吗 没错 你也肯定有一份 那就是1958年遗产分配法令 那按照这个法令 会将遗产分配给谁 还有如何分配 我会在下一集跟大家详细的解释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有超过90%的人是没有立遗嘱的 而且还有超过600亿令吉的遗产 是没有人去认领的哦 你可以想象吗 这是一笔多大的数目 那我相信可能会有很多人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觉得说 其实一个人去世之后啊 他的遗产呢 就会自动分配给他的亲人 那其实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对不对 也不需要特地去立一份遗嘱 对不对 那这个想法呢 不完全正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算有这个法令在 你的亲人还是必须花非常多时间 准备很多的文件 还有经过非常多的法律程序 才可以继承你留给他们的遗产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假设你的家庭里有年纪很小的小朋友 还有年长的父母 还有你的另外一半 当你不在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一定会面对非常多的困难 假设你有立好遗嘱 他们就可以以最简单 跟最快速的方法 去继承你留给他们的遗产 那我相信 这一定会对他们的生活呢 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说 立一嘱也是爱与责任的表现哦 这集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